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速高达144公里 他这个造型从这个角度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浙江台州的一位网友发文称 家里养了一只金毛 由退休在家的老妈照顾 老人家除了喂狗娘之外 还会给其他东西吃 但是这几个月发现金毛越来越瘦了 后来才知道 狗狗经常把自己的食物给小区的流浪猫吃 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脱单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大家中午少吃点免得长胖了 一份池来的讯息 据外媒月术的报道 以事内的科学家用大树紧随高位一段 也就是高位集团的大树做食言 一组做对照组 一组用人口仓联膜干细胞 在提挖分挖后 用3D模型自驾移植到紧随断端 三周后 移植组的大树42%开始行走 70%下次有感觉 而对照组没有任何变化 让我们期待下一步的发展 据外媒CV47日报道 意大利神经学家在维也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经过18个小时的手术 他和中国哈尔滨伊克大学的团队成功将一具尸体的头 与另外一具尸体的颈椎 血管以及神经连接起来 刺激颈椎神经生长 最终让头部可与新的胜区连接 在此之前 成功为老鼠和猴子移植过头部 瑞典一组科学家利用国家登记车 研究了超过340万养狗人士的心血管监控状况 年龄普遍在40岁到80岁之间 研究表明 在三年的水访中 发现养狗的人死于心血疾病 或者其他疾病的风险比较低 比如跟单身没有养狗狗的比 单身养狗狗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3% 心血管病的风险降低了11% 驻军到了中午的替灯洗脑环节 我的重点只有三个字 牵绿药 加油 希望明年能考得好大学 感谢观看